又淡了一点 煮这饭 对 那也好好休息 没事了 同学们 吃饭了 快来 来了来了 水来了 是要开饭了吗 对啊 他们俩已经到楼下了 等人齐了 我们就开始吃饭 我就知道 每次开饭前 你都会先喝点水 我一直有餐前 喝熟水的习惯 熟水 对啊 就是这个啊 经充分煮沸的熟水 更温和 餐前喝一点 更舒服 135度 超高温煮沸的 康师傅喝开水 熟水 好吸收 让我们一起养醇 左餐 喝开水的好习惯 中秋快乐 让我们一起 健健康康 干杯 到了到了 九等九点 这么丰盛 今晚又要变泡了 你吃不吃饭 我不吃 算了 我真不吃 这个很好吃 这个很好吃 我吃点这个 我告诉你 你现在瘦下来没用了 打 因为人变瘦 需要15天左右的待长期 才能够体现在外观上 对 所以你现在再瘦了也没用了 没有用了 是吧 来来给我来点米饭 来 来来来 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还有个月饼 有有有有 这个才叫仪式干嘛 总要总要来个这东西 一个月饼四五五个人分 这因为五个人 有个人没吃到一口 我就 我就觉得 不圆满 好吧 有点 在你楼下 你在医院楼下吗 对 就在大厅 这谁啊 他男朋友吗 五楼 惊不惊喜 谁让你来的 说吧 女生笑成这样还能有谁 肯定是了 谁让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谁谁让我来的 好甜 行 那你直接上八楼吧 好 我进八楼是吧 好 那你等我 突然开始吃狗粮 拜拜 我弟弟来了 什么东西 哦 珍惜 惊喜 这是他弟弟 啊 我们在乱咳随皮 哦 他弟弟 我们真的想多了 救命 把我看那段都剪掉好吧 周深 你们刚才说什么 好甜啊 啊 肯定是了 谁让你来的 突然开始吃狗粮 我们才是大学 射死牵场的 好吗 救命 坐 你先歇过了 我还想待会 我跟爸妈视频呢 那刚好 我感觉最激动 喂 爸 我妈呢 你给了我打电话吗 我给这儿了 你 他一定会还给我买的礼物 你看 为了体现姐弟情深 他俩这么看的还是很像的 对 最近课得怎么样 就有事的话 没事的话可以睡一会儿 然后有事急的话就不睡 我的临床经验不丰富 他们都说我是 我是背课本 背出来的 我是可爱哭了 我每天哭好几轮呢 考试考不好也哭 然后病人看不起病也哭 然后老师批评我 我也哭 反正我天天哭 让我爸也过来 咱们试试几个图 哦 因为中秋节 对 隔空团圆 走了 你走了 我今天好圆 对 今年的月亮是 真的是十五元 我可以拍 还挺好看 走吧 好圆 中秋节 我太点我没回家了 这句话真是太心酸 没睡觉了 这个点睡觉那就好了 哇 打电话这都还在打结 我好久没这么早睡过家了 行 你把电话给外婆外公吧 我跟他们讲一话吧 哦 嗯 诶 诶 你这位你怎么样了还好不乐 我还好啊 就是没什么教税 别的都好 没什么教税 你可以照顾好自己哦 我照顾的蛮好的 没教税 别的都挺好的 哎呀 你这个多多保重啊 我蛮好嘞 我就是没教税 别的都很好 怨念 外公 你眼睛怎么样了 你眼睛最近打了针吗 眼睛 还好 你觉得上一次 你自己注射了 糖皮疾激素之后 你觉得有好转没有呢 好转的 有好转 那你觉得跟打针之前的那一次比 好 差不多还是会差一些呢 好转的 没有打你觉得还看得清是吧 他现在眼睛也好多了 好多了 现在可以放微信了 看微信放微信都可以 是吧 那就还行 不恶化就行了 是吧 对 对 对 是的 自己还是有很多收获的了 觉得很多东西 我回来跟你们讲了 好的 谢谢 你们早点休息吧 就这样了 拜拜 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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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保持自己啊 嗯 好 拜拜 拜拜 你们早点休息 拜拜 他现在还在持续每天打一千个节 好勤奋 手动一下 鱼姐 手抬一下 手抬一下 好 好像比前几点稍微好一点 这段时间反正要注意一点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打结 太棒了 然后打静脉营养 其实是最好的 那样会活更快 牛适出高头 牛适出高头 好 谢谢啊 我会努力的 对 尝不尝你一试 好的 我记住了 尝不尝你一试 好的 哈哈 但是我努力 这个中促鞋过得 又温馨又忙碌还有意义 对 对 陶主任就是你在医院会关注医学生的情感状态吗 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嫁给大夫 嫁给医生 所以很多人其实老会打听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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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这里头呢 护士长是最厉害的 护士长老强我们的 我们科去年就有一个单身男生 刚来科里还没有到一个星期 就被放尸科的护士长给 我在这里头想植入一个软广告 我们北京长阳音乐眼科有三位形象家气质好的单身女医生 欢迎各位单身男士前来家号 刚刚那个里面他们其实讨论的跟这个相亲的有一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说读书的时候 这个不让早恋 对 一毕业就希望你结婚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 大家觉得呢 很现实 很真实 对 我身边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大家也很苦恼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父母的观念需要更新的 是的 我也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对相亲会相对的时候不太喜欢这两个字吧 对 对 就会觉得相亲是一种被逼着结婚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很多时候相亲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我觉得 因为说实话现在很难去认识到新的朋友 对 所以我觉得相亲其实也许是一个认识人的一个好的路子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相亲结婚的 然后最后反应哇特别幸福 嗯所以我就觉得不用去除非你当然不要逼着别人去相亲 但如果你觉得可以相亲试试看也挺好的 我觉得是这个安排相亲的人是谁很重要 对 你只要信任的话 如果是你周围的朋友 其实没准自己还说 你有合适你帮我介绍一下 对 对 因为可能父母他多少他的爱稍微有点强势 朋友不会问你哎你还咋样的就顶多就这样 嗯 父母可能会就是哎你给人家打电话呀或者是上次聊的怎么样 而且这又不是一个特别能跟谈恋爱的过程不太适合跟父母分享 我想大部分人或者是不愿意吧 所以就会变得非常别扭 我觉得大家也不是不喜欢认识朋友或者谈恋爱 就是 希望自己去选择 对 所以可能还是尊重吧 对 尊重 尊重你孩子的选择 对 然后尊重每一个家庭之间他们内部协商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是尊重是最重要的 是 我觉得 这个相亲因为就是很放松之后 我觉得他一定是为后面在铺垫 暴风雨前的瓶颈 是的 暴风雨前它一定要让你就是舒展一下 然后也